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们都非常的优秀 今天这位校长同样如此 他是一位实干型的校长 在教育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三十年 同学们亲切地叫他刘叔叔 他到底是谁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认识他 也有伟大的心声 他必须与实干相结合 哪怕习惯了悬点一线 也要在没有终点的直线找突破 而我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彻底 每一件小事都做得更精彩 在集体教学中 尽可能多的孩子尊重每个孩子 让每个孩子对自己的心 从不同的治理行间发现 不一的色彩斑斓的理想 一寸寸的细节融会成风景 教师对学生来说 是一个以路人士的朋友 是心灵智慧里路人 公式推算 遇见未见的答案 坚持探索未知的教育室识点 敬拜 读中实验学校校长刘汉斌 全体起立 有请刘汉斌 欢迎 刘校长好 同学们好 全体经理 校长好 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已经感受到浓浓的气场了 一个教育者的气场 刘叔叔来了 我想问一位同学 为什么要叫他叫刘叔叔呢 来 你告诉我 你叫过他刘叔叔吗 叫过 为什么叫他刘叔叔 因为校长对我们 所有的同学都很亲切 而且在我们心中 他就像是一个 我们的大叔叔一样 就来到我们现场 看得出来 校长跟之间的关系走得很近 今天呢 我们也有三个不同群体的 作为嘉宾 来到现场与你对话 我们首先用热情的掌声欢迎 新都一中实验中学家长代表 高小美 欢迎 新都一中实验中学教师代表 王春梅老师 大家好 我是新都一中实验学校的英语老师 也是一位班主任 我叫王春梅 欢迎王老师 同时欢迎预备生代表 刘薇 我是家长代表 哎呦 你这样真的像个预备生 不像家长 同时那我也要特别介绍一下 我也是我们的新都一中的毕业生 我是你们的大学姐 同时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学姐是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搭档 也是我们梦想一加一 我们四川广播电视台 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小薇姐姐 欢迎 开心能够和我们的校长 这么多的老师 还有同学们 一起参加我们的起立敬礼 我们的刘校长加油哦 加油加油 我们实干性的校长来了 平时你都怎么实干的 这个我认为啊 在基础教育阶段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领导者 要赖得住寂寞 不去喊口号 踏踏实实的 为我们的学生 为我们的学校 我的理解 也很婆粟 每一天每一天 反正 一天天都这么过来 我听说你 因为实干的工作 所以特别的废鞋 一年穿坏三双鞋 你都怎么穿的呀 去年我到新都医中实验学校工作以来 应该说就穿三双鞋 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 步行到学校 大概要一万多步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有时候七点过 有时候九点过 又步行回去 又一万多步 然后中间在学校巡视的时候 大概又一万多步 每天就大概三万多步 三万多步 你就是传说中刷爆朋友圈 微信运动的那种人 朋友圈嘛 不是第一都是第二 有些朋友呢 看我当第一名或者第二名 就拿着手机 把我拉黑了 把你拉黑了 微信运动拉黑 我同学们说啊 你在学校里边是无所不在的 是这样吗 应该是上 上午 中午 下午和晚上 都要到学校 各个地方去行事 比如说教室里面 食堂里面 都要去看一看 所以没 他们的脸貌 我都很熟悉 大概应该有三分之一的同学 我都能够叫出名字 一个中学三分之一 你能叫出名字 太不容易了 我们现场的同学 我选一位 这些你能说得出来吗 第一位是张一鸣 真说对了 张一鸣 还有第二个 夏子月吧 夏子月 其力 夏子月 太厉害了 我听说校长 跟你们互动是吗 我们现场跟校长 我看一下 能怎么互动 我们在食堂里 晚上中午 还有晚上 吃饭的时候 经常看见校长来 来周围看着我们 经常会为我们 递一张纸巾 或者是 让我们多吃点 晚上 晚自习才有精力 白天上课才有精力 这个校长 无微不至 还递纸巾 如果我在上学 食堂吃饭 突然 校长给我递纸巾 可能把我下一跳 他那个递纸巾 可能是去年 初一才开学 我们有些同学 不会集体生活 吃饭的时候 比如说就没有 就不认真 或者是 没有带纸 就不插嘴 我每天大概要准备 几十张 专门给学生们准备的 就递给他一张 那说明他们幼儿园 那时候儿歌没学好 小花猫 爱吃鱼 吃完一定插嘴巴 下次要记得 这边有没有跟校长互动的 拿给他们 有一次在办公室的时候 因为当时有一天的 作业批改下来 有一点难 然后有很多同学 在那里改错 然后办公室本来没有多大 所以很多同学 就是站着改错的 然后校长就进来了 就说同学们 让同学们找个位子 坐下来 感觉校长一会儿在食堂 一会儿又在这个办公室了 真是无所不在 老师们是这样看的吗 他除了跟学生互动 有没有经常跟老师们互动的 哪位老师举手 告诉我 发个言 来 这边穿播点的 老师贵姓呢 我姓王 王老师好 你是什么学校老师 我是老师 我那也是一位新老师 经常都受到 冰校的一个关怀 经常在办公室 经常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 冰校他都会就是说 随时都会去关注你 然后上课 他会问你怎么样 然后呢 在办公室如果说 我们办公比较晚 到晚上七八点的时候 冰校他过来之后 他每天都会说一句辛苦了 所以说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很温暖 对 特别温暖 来 我这么一听啊 我感觉校长在学校里边 是不在的 哪位同学可以告诉我 校长是怎么无所不在的吗 你来说 来 把话筒给他 大家好 校长每天都在校园里面巡视 在教学楼的走廊里面 在食堂里 在操场上 都留下了校长的身影 我感觉校长是无所不在的 是吧 就像一个武林高手 校长你好 师傅打点饭 校长你好 刚刚一出教室 哎 放学了 哎 校长好 哎 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实干行啊 就这样的 每天是无所不在的 嗯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校长 来到了起立敬礼节目当中 我们通过刚才这个 很随意的一个聊天 我相信大家大致 还包括我们电视机前观众 对我们的刘校长刘叔叔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们就把这个舞台交给你 有请 好 你们在初中数学中 要学习一个著名的线段公里 这个公里的内容是两点之间 什么最短 线段 对了 最短 但在学习 生活 工作中 我认为两点之间直线最近 条条道路通罗马 想走直到的永远是大多数 但是大家想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走直到的话 直到是不是会很拥挤了 所以在学习生活中 我们相信 离你目标最近的 往往是曲线 当你在 规划你前进的这些曲线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不怕犯错 实际上 每一次错误的改正 和修订 都是你 你目标 越近 这就是我今天 要给大家严谨的题目 走 别人不走的路 首先呢 我想先和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经历 三十多年前 我可是一个学霸呀 记得当年 中考的时候 我以我所在的地区的成绩 考入了我们 现成的师范学校 我出生于教师家庭 我的父亲 是会很多样乐器的语文老师 受家庭的熏陶 我从小对音乐也有点兴趣 中考状元 又懂点音乐 好像我的人生 开了个挂 有点自喜 当时毕业分配的时候 我一年级第一名的分 分数啊 分到 我所在的家乡的一个 乡村 一个乡镇 初级中学 那个学校有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实际上从我的经历来讲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我都经历过 基础教育阶段都经历过 当时给我分的一个班 就是一个化学 哪知道第一天下课下来 校长就找到我了 说刘老师 明天你就不教化学了 我说我懵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 班上的同学 都反应你 你讲课 大家听不懂 很乱 这个打击啊 对我非常沉重 因为可以讲 从小学开始读书 我基本上都没有受过戳着 但走上 第一次就遇到这么大的打击 当然 后来学校的老领导 同事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都开导我 引导我 你学习是一回事 工作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现在工作 教学要从头开始 所以后来 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逐渐地 给自己做了一些规划 比如说 听老教师的课 当时基本上 我所在的那个区域的 比较有名的老师的课 我都去听过 认真的研究我们的学生 研究教法 同时呢 因为当时我毕业的时候 是示范文凭嘛 我又规划了 我自己要去读专科 读研究生 读本科 最后读到了研究生 那么这个过程啊 我想告诉同学们 要给自己的人生 有一个规划 坚持下去 坚守下去 经过我的勤奋和努力 工作了几年之后 我调到了新都医中 应该说 在新都医中 我最好的年华 都在这个地方 我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从过来 教当时的 毕活班 三优班 到理科实验班 直升班 在这个过程当中 老教师的敬业奉献 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 对我影响很大 我记得影响 最深的是什么呢 是新都医中提出 三六九 对青年教师的一个 末年经历 什么三六九呢 就三年你要 站稳讲台 六年要出出成绩 九年要显出 自己的教学特色 你比如说我们 这儿在座的 有新都医中 来的老师 绝大部分 都是经过了 三六九 这样一个磨练的 所以我现在 在医中实验学校 也响亮地 给我们的年轻老师提出 要有三六九规划 多年之前 我读到台湾作家 张晓凤的一篇文章 我教给你 一个孩子 文章有几段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学校 当我把我的孩子 交给你 你保证给他 怎样的教育 今天清晨 我把一个欢心诚实 而隐悟的小男孩 交给你 多年以后 你将还我一个 怎样的青年 每次啊 我心里的感情 拥动 我是一个父亲 我从字列行间 能够体会到 一个家长 对我们学校 教育的那份 沉甸甸的 信任和期待 我们一种实验校 这一年来 说实话 我也很大 到学校之后 看到一张张的笑脸 一个个充满青春朝气的 还有我们大门前 那七个金灿灿的大字 人皆可以为尧顺 我的心里油然而生 一种使命感 责任感 让学生 在我们一种实验学校 或者说 今后深入高一级学校 一致走向 他能够健康的生活 有责任 文明的生活 有尊严 有爱心的生活 有创意的生活 使他们成为 一个有才华 有责任 有担当的社会公民 那是我们的 教育价值 所在 也是 我这个当校长 那么 在一种实验 我们 做了五件事情 这一年了 哪五件事情呢 一个是让 同学们吃好 第二个 让同学们 住好睡好 第三个 让同学们 身体锻炼好 第四一个 让同学们 综合数字 发展好 最后 再谈同学们的学习好 应该说 这一年来 我们在这五个方面 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 家长 家长 同学 满意 社会 影响 口碑 都很大 我想 如果我们的 同学 在一中实验学校 读了 没有一项 喜爱的体育锻炼 没有 不会 一样乐器 不会做一件手工 不会唱一首歌 不我写得一首好字 那我们的学校 有责任 首先就是我这个校长 有责任 为了同学发展 持续发展 个性发展 我们一中实验学校 重点抓的是 课程建设 我们现在 主要在四个方面 进行课改 我们 构建了 学科衔接课程 校本选修课程 德语特色课程 然后就是 创新靶剑课程 这四个课程光架 为的就是 为我们的学生 全面地发展 打下坚实的心 从今年的初一开始 我每一个班 每天一节体育课 每一周 我们增加一节音乐课 我专门聘请了 一位教 形体舞蹈的老师 我们的形体课 还增加一节 美术课 就是我们的首功课 那么 我相信 我们的孩子 在我们一中实验校 经过三年的魔力 定会成一个 全面发展的 综合素质 比较高的一个学生 同时 这一年 我说 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 我们响亮地提出 我就是榜样 我就是标准 我就是老师和同学们的榜样 老师就是同学们的榜样 我愿意走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前面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当校长呢 是怎么做的 我也愿意走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后面 为你们的发展 成才 搭建更多 更高的平台和舞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现在我们的一中实验学校 已经形成了一个 相互成全的好样子 校长和老师 老师和同学 大家相互成全 正因为相互成全 我们学校建校至今 造就了很多优秀的 比如说从我们初三别 直接就考入大学的少年大学生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九位同学 进入少年大学 然后有进入高中之后 二十多位同学 考入北大清华 进入高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 都可以深入 优大清华 重点大学读书 还有 我们学校是 第一所被成都市教科院 受予初中质量评估 试验基地 还有我们 成立了 创新拔尖人才 试验基地 初中学段 三优学院 今年我们的学制 从过去的六三 已经转型为五三和五四 五年级 到我们的学校 读三年初中 和读四年初中 可能目前 就我们学校而言 是全国唯一的一所 六三 五三 五四 三个学制 并存的一个学校 我们的学校造就了一大批 在新都区 成都市 都有影响的 教育教学的领寄 我认为 只有一个学校 只有教师的优秀 才能造就我们 同学的优秀 只有教师的优秀 才能 推动我们学校的发展 我们 实验学校的优秀师资船队 一定会为 我们的同学 保驾护航 我希望同学们 成绩 先贤 领域 我们学校的育人理念 人 皆可以为 遥顺 勤学 善学 乐学 不断地完善自己 我相信你们 会成为一个个 智力 个性 创造力 全面发展的 有所作为的 大学的人 最后呢 作为刘叔叔 我要告诉同学们 在你们还没有清楚地 找到 自己要走的 那条前进的路之前 我们一中实验学校 全体老师 会成探路者 为你们今后 找到自己 独一无二的路 给你们 能力地 支持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刘叔叔 刘叔叔这番演讲 真的是深入 作为教育工作者 走在前方 是为大家探路 与你并肩同行 是为了给你们 寻求更多的平台 寻找更多的机会 走在你们的后边 是为你们保驾护航 真是一个 好校长 掌声 非常感谢 觉得 刚才说到我们这个学校 我都很向往 都很想去 因为我的搭档小微 就是你们学校毕业的 他在我的心里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只是自写的好 主持节目好 而且能歌上 就像你刚才演讲当中 讲的那样 那你的学生当中 你培养那么多优秀的学生 现在都跟他们联系吗 有联系 大概每一年 特别是教师节和春节的时候 学生发短信 发短信 还能对得上名字和人的脸吗 大的 比如说我们一中实验校 首届的学生唐诗 他当时考到新都一中高中本部 就到我的班上 最后以新都区的状元的身份 考入清华大学 清华 清华大学毕业之后 现在在大学读硕士和博士 还比如我们第一届的三优学子 杨文浩 当年他高考的时候 五名的成绩 考入了现在北京大学 硕士和博士联读 等等之类的 很多很多 大概我在新都医中教的这么几届 大概北大清华应该是十多位 十多位 我带到班级了 连续四年都评委四川省 优秀班级体 百分之百的学生都能够上中等大学 太厉害了 那像小薇这种都还不算 他也很优秀 我们医中 医中实验校出来的小孩都很优秀 我们说要具有医中气质 医中实验校气质 我是属于不是学霸型的 对 但我是属于刘孝说的那种 有艺术细胞的 所以其实咱们学校呢 其实是各方面发展 而且像刘孝说的一样 就找自己适合的那条路 那小薇你当时听到刘孝的班级了吗 我哪有机会啊 是不是听她的班都必须是学霸 对啊 成绩得非常好 因为刘孝教的是理科实验班 哦 理科实验班 对 而且我是文科比较好 我理科就是那么 这个事我们就不提了 我们也能感受到 刘孝 你带的这些班都是学霸吗 班里的同学 都不至于 开始了这些学生是很优秀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进来之后我们从高一开始 你老师有一个三年的规划 单级的规划 个人的规划 他在这个团队当中一步一步的 当然就很出色了 我见过讲话最低调 内心最骄傲的一个校长 刚来的时候 这些学生都不是学霸 讲了一番 通过我们的规划和教育 全都成为了学霸 鼓掌鼓掌 太棒了 那么多北大清华的优秀人 真的是太厉害了 今天呢 我们的栏目组也给刘孝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待会儿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大荧幕上 你来看一看是哪一位同学他有话对你说 好不好 来 请看大荧幕 大家好 我是新都一中2004级12班的学生 我04年从新都一中毕业以后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08年从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保送北京环境学院研究生 11年从北大学在北京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在新都一中初中高中6年的快乐的生活时光里面 尤其在高中 刘汉斌老师一直是我们学习的带头人 也是我们生活上的导师 刘老师不仅教给我们许多的数学知识与技能 更重要的是刘老师 还有他教给我们的极具调理性的学习方法 让我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都一直受益匪浅 非常感谢刘汉斌老师 在这里衷心地祝愿刘老师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下口敞开 你们怎么范杰联系上了 跟他联系上了 他这个叫范什么 范杰 范杰 他是2004年 2004年我的一个学生 当时班上的班长 2004年考入北大的 其实当老师有时候成就 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能一辈子记得你 就是 现在可以说了 应该说我们教了三十多年书了嘛 基本上是 讨理骗 不仅有国内的 还有国外的 现在国外比较多的 主要是美国 加拿大 这两个国家 所以过年何人啊 是看春晚 留校是看手机短信 看一看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看一看每一个学生的祝福 我相信 学生们的成就 是对教育工作者最好的回报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老师们 有毕业于我们学校 又回来当老师的吗 我看一下啊 应该有 好像是 一中毕业的 苏老师 一中毕业 现在又回到一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来把话筒给苏老师 对于学校的话 首先是感恩 就是最大的 在一中 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最后 再回到一中 再来 回馈给学校 回馈给学校 对 妙的感受吧 对 向你致敬 教育工作者 非常的好 我们刚才 刘孝啊 他讲话很低调 学校的很多教学特色 他用了一些数字来讲 用了一些荣誉来讲 细节我觉得还不够 您能再给我描绘一下 学校的特色吗 学校呢 我一个独立的 那个初级中学嘛 年龄段呢 基本上是有十岁 最小的有十岁 最大的可能就是十五岁嘛 这个年龄阶段呢 我们如果说到学校的特色 就是我们的德语方面 很有特色 我们今天 我们分管德语的副校长 李芳副校长也来了 这个问题可以让李校长 讲一讲 来讲一讲 我们德语方面的特色 好的 我们新最终实验学校呢 是以人皆可以为尧顺 为一种理念 所以我们学校呢 就主要是通过德语课程 和德语活动 两条线 希望把我们的每个孩子 都培养成 对社会有用 对自己 让自己人生有趣的 这样一个人 那么所以我们的德语课程呢 我们就是以我们 人皆可以为尧顺的 这个为字 进行的一个 行之课程的一个改革 我们提出为字课程 可以为尧顺 其实就是说 我们每个成为 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在21世纪 我们对尧顺的理解 就是那种 德才皆被 对社会 对人类的发展 有用 就我们的孩子 他可能不是每个人 能达到尧顺的建树 但是他每个人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做更好的自己 那么人人都可以 做更好的自己 关键是如何去做 人人可为 关键是如何去为 所以我们的课程呢 就有三个板块 分别是 勤为课程 然后是 善为课程 还有乐为课程 所以我们的课程呢 是兼顾到我们 全年12个月 每个月都有 专门的课程主题 比如说9月 我们的课程是勤有序 那是因为我们 学校有三个年级 所以我们针对 不同的年级 它的年龄不一样 它心理特征不一样 所以我们课程的 针对性也不一样 同样是有序的课程 我们初一年级呢 是行为有序 行动有序 但这真的有序呢 不仅仅是要求孩子们 就是极划一 我们是让它更丰富多元 所以我们初一的孩子 刚进学校 我们又是一个 全注读的学校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 在他的生活自理习惯上面 在他的学习习惯方面 能够有序 包括我们的大课间 包括我们平常的 课程活动的参与当中 包括我们的食堂就餐 能够更有序 那么到初二年级 到初二年级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学习有序 我们希望对学生 进行学法指导 因为我们刘校长 也是学霸型的老师 强调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孩子 有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基础上 能够告诉他 更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指导 李翘 我觉得你说特别好 就是我们的得益方面 一定要让他们树立一个目标 成为对社会有的人 对 有用的人 然后只要做一个有趣的人 有趣的人 让自己的人生有趣 我觉得做一个有趣的人 特别好 现在很多小孩读书啊 成绩是好 但他没有去 所以爸爸妈妈也特别担心 爸爸妈妈除了担心 孩子不够有趣以外 还特别担心 我小孩送到学校 这个除了早餐在家里吃 这午餐晚餐都在学校吃 学校伙食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的新都一中 我们教学这么好 伙食跟上了吗 在这儿我想说一句了 其实呢 我是深有体会的 咱们新都一中呀 那个伙食叫好 怪不得你一到电视台 导演就让你解 对啊 因为我就在培养的 就是从小就是吃货 你知道吗 从小就吃货 对啊 学校什么东西最好吃啊 鸡腿呀 鸡腿啊 对啊 各种我觉得炒菜类的 然后还有一些小吃类的都很好吃 但是你毕业也好 现场的同学好不好 好啊 学校哪些最好吃 来举手回答告诉我 来你说 拿话筒说 我认为鸡腿最好吃 什么样的鸡腿 这个和我一样 卤的鸡腿 为什么 因为非常的入味 入味 你说口水流出来 还有没有哪些好吃给我推荐一下 来 家同学 举手 来 这边 我还觉得 狮子头 学校还有 还有 还有 我的天 这动作才快 什么时候我们这里多了一张桌子 有鸡腿 这儿今天师傅准备了几样 不是很充分 有鸡腿 比如说苏渣鸡腿 鱼香鸡腿 鱼鸡腿 这就 你说鸡腿来了 你忍住 不要吞口水 现在给你的是特写 你稍微一吞口水 观众就看出来了 忍住 让我吞一下 还有这就是狮子头 狮子头 人生喜欢的 开发的菜品 我觉得 刘孝真的是 太细心了 很多校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讲 他们的吃的有多好吃 有的细心的校长 会拿一个图 膳食宝塔 跟我们讲 我觉得刘孝你最直接 直接把菜给我们带过来 我觉得菜摆着 就是不能只看 得吃 你这个说得对 你得让我回味一下 我多年以前的味道 你知道吗 好的 我就很期待的 来来来 你最期待的鸡腿 快来吧 可不可以 给你递过来 对呀 可不可以给我递 那你先稍等一下 来 鸡腿到 观众们好 历敬礼节目 这是一堂别开生面的公开课 而不是一堂美食节目 但是以我们预备生 家长代表 嘉宾的要求 他想品尝一下 当年母校这个鸡腿的味道 你知道吗 这个鸡腿的味道里 有我的青葱是最悦 知道吗 你的青葱最悦圆腿 哇 这个鸡腿好香啊 哇 我闻我手都香了 来来来 尝一口啊 来来来 你看不在的 刘孝来了 金头快给到他 他真的来过我们地 我要流眼泪了 谢谢谢谢 哇 真的好好吃啊 我也尝一口 你尝一口 真的好好吃啊 还是那个味道 而且我觉得比以前 好像更好吃 我现在有点麻烦了 为什么 他们给我报名的 那个中学 没有鸡腿 这真的好好吃 我觉得同学 你们好幸福 每周五啊 那我每周五来你们学校 好的 欢迎 欢迎 我们学校不仅鸡腿好吃 还有我们的宵夜 昨天晚上我就到学校 吃宵夜 吃米线 然后我给厨师说 我是家委会主任 我来检查我们学校的宵夜 不有粘饭的 吃饭都吃得那么有理由 对 像我这样减肥 我说吃一碗就够了 后来那个师傅说 你还要不要点 我说我要减肥 他说你不用减了 明天再减 我说行 那再来一碗 然后我就说 我们的孩子都要吃三四碗 我吃了以后才知道 孩子们为什么 有的要吃三四碗 因为那味道非常好 我跟你说啊 这个鸡腿 我吃了以后特别的好吃 而且它不是那么咸 所以很注重健康的 同时又入味 我不能让同学们 都一直流口水 对不对 想吃的举手 全体都想吃 没有不想吃的 不够分的 我们周五回学校吃好不好 但是今天呢 我觉得这些菜拿过来 我们是要跟家长 进行一个汇报 家长代表在哪 是不是平时 把话筒拿着 挺担心孩子在学校的 伙食的问题的 来 家长告诉我 我孩子就是在这个学校 吃这个东西 我让这个刘夏来 这个学校这个 伙食改变了怎么样 他就说我们有鸡腿吃 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在这个节目之前 我就问过他 这个问题 刘夏的五号里面就包括 我觉得这个影视这块 刘夏来非常大的改变 因为我们孩子是初三嘛 他亲身体会了 刘夏在这个 今天这样我不多说了 体会一下 好不好 来 告诉大家味道怎么样 来 这里 你想尝哪个菜 可以选啊 鸡腿很久了 因为孩子说这个 鸡腿非常好吃 所以我也亲身感受一下 怎么样 的确味道非常好 它的味道也 就刚才你说的 挺不重 不咸嘛 不咸 来 谢谢 谢谢这位家 谢谢 来 哪一位家长来品尝一下 我们的这个狮子头 来 就你 来吧 当妈的也不要客气 坐在那儿吞口水 吞半天了 其实我觉得家长啊 除了孩子们在学习方面 有要求 就更希望孩子身体能不见 就是 所以这个膳食均衡啊 也是特别注意的 为了改善孩子们的那个营养 有没有你做得好 比我做得好 比你做得好 大厨级别 大厨级别啊 现在还担不担心孩子这个伙食问题 不担心 不担心 一点都不担心 很放心 好 谢谢 新的问题出现了 咱们今天是不是为了录节目 才做这么好的 我要问问同学 我们平时的菜也这么 话筒说 来 谁来告诉我 你来说 我们平常的时候就好了 像 反正每周星期五都有鸡腿 然后每天早上 就是一周三天都有包子 三周三天还是 三天都有包子 肉包子吗 对 有没有熟狗的 有水果 有水果 每天 我是问有没有熟狗的 你给我来个每天都有水果 我是想告诉你 一旦遇到熟狗的 为什么 肉包子打狗怎么了 可以说我们的这个 就连鸡腿都有三个花样 所以说我们是会吃到不同味道的鸡腿 是吧 就是 学校这个伙食真的太好了 我希望呢 待会我们这个就是 栏目组工作人员把它放下去以后收好 收好我们录制完节目以后 其他的家长也都去尝一尝 好不好 你们也可以家委会主任 一起到学校去检查他们的宵夜怎么样 我们孩子们作为老师来讲 我们的孩子们 特别是晚上晚自习 第三节下晚自习之后 那个时候都盼望着快点冲向食堂 因为那个食堂里面有特别好吃的东西 所以他们非常的兴奋 所以孩子们 怎么说呢 我觉得哈 他们的感觉就是 孩子们觉得吃得好 真的是要先吃好 然后才能学好 对对对 我记得我以前读习之后 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宵夜的 学校是不准备的 每天都有 对那个时候我读书那会儿没有 然后呢 每天我下了课以后下了晚自习 其实我们上学就脑力劳动嘛 就会特别的饿 真的 所以它像这个季节啊 一般都是老爸老妈给你煮一碗 碗豆尖面 没有吃馄饨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觉得吧 咱们学校啊 就是特别是全住校的学生 然后学校能够考虑给孩子做这种宵夜 而且就很好吃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幸福 真的是乳味 而且宵夜它是每天晚上它都是变化 周一是水饺 周二就是馄饨 周三就是米线 然后有米线 还有会面 还有就是酸辣面 真的是太幸福了 很多同学非常喜欢吃会面 我也我在学校感受 就是检查工作 我就打着检查工作的那个口号 我感受了水饺 会面 还有米线 其他的就准备下个星期 再去检查工作的时候 感受一下 就趁着教育会主任 因为你的胃口很好 所有减肥减肥 这个学校同学们营养跟上了 身体好 学习自然就会好 但是不要只吃得好 不认真学习 要加油好不好 因为我们学校这么多教育工作者 那么用心地为你们服务 还爸也那么用心地为你们服务 你们就一定要记住你们的目标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好不好 我们走到学校还进行了一次秘密的采访 我们给同学 绝对不出卖你这个问题 是你提的 所以我们的记者把同学们的声音进行了处理 但他们还跟我们说 我们那个刘叔叔跟我们那么熟 声音一定要处理变化大一点 要不然他能听出来是我问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问题很奇怪 不想暴露身份 我们进入校长 对话校长时间 好不好 我们通过大荧幕来听一听 同学们都留下哪些 有趣的问题 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你能给我轻唱两句吗 校长我想问您 对于学校的办学里面来说 是培养情商重要 还是培养智商更重要 请问您平时遇到不顺心的是 怎样调节自己的心态呢 校长您好 请问你在初三的时候 是不是也像我们一天在体骸聊游 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呢 校长请问您是什么样的老师 而您现在又是否成了这样的老师呢 校长请用一个其他的职业来形容 你现在做的工作 老师的话你最想做 校长您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住校生不能带手机 刘叔叔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当校长以来 做了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校长您好 我想问你的私人的问题 公司多少会不会上交给你老婆呀 刘校长请问你最是什么 为什么 刘校长 我想请问您一个吃住 几乎都在学校里 请问你想过家吗 在我们身边 现在还是有很多早恋的现象 因为我们正在经历这个青春期 请问校长在原来上学的时候 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那我们再怎么处理 你看这些学人问的问题 真的问的都挺好 有些问题是记者想不到的 因为我们的记者 离开这个中学校园已经很久了 但是我们正当中学同学们 他们就能设身一些问题 家长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可以给我们轻唱几句吗 从小的时候受家庭的影响 特别是我音乐 我也受点影响 但是这方面不是很轻 喜欢的歌手了 我们这个年代喜欢的都是 我们老一代的那些著名的歌唱家 比如说蒋大为 蒋大为 年维文 吴彦泽 李光熙等等 这郁金剑也应该跟他们一块 你怎么围读呢 郁金剑也可以 很多很多 这一下就跟蒋大为 这些拉出差距了 也可以 这个档字就掉 是不是不是特别地喜欢他 也不是 他唱的那些歌我们还是很喜欢的 还是喜欢 但是我个人觉得 可能在唱歌方面 前面那几位 我更喜欢一些 蒋大为是你第一个提到的名字 那他的歌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这是同学们对你提出的考验 掌声欢迎 我们不要给刘叔叔找理由的时间 刘叔叔开唱 蒋大为老师的歌太高了 我现在唱不去 而这几天我的赏识 那换一个老师的 唱一个不费很大声音的 唱一个三国演艺 里面关羽的扮演者 关羽的扮演者 卢树铭老师的 卢老师的 那首写给母亲的歌 《一壶老酒》 同学们听过吗 听了 掌声 来我唱 喝一壶老酒 让我回回头 回头啊 望见 妈妈的泪在流 每一次我离家走 妈妈呀牵着耳的手 每一回我离家走 一步伞回头 掌声 掌声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刚才同学们 虽然声音进行了处理 我们的学习 好 这个问题就他提的 你们听声音像不像 你觉得为什么不能带手机 因为自制力还不如大人那么好 所以说可能会带了手机过后 会偷偷地在桌子里啊 床上啊 可能会玩吧 会玩啊 那你觉得你想不想带手机 当然想啊 当然想啊 那么现场的同学 有手机的举手 我看一下 很多同学都有手机 我就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没有手机 把话筒给他 都举手了 你没有手机 你是什么原因没手机 有时候有手机 有时候没有手机 他的手机是真正的移动的 来 旁边这一位 你为什么没有手机 因为 是老爸老妈不给买吧 对啊 有时候看心情 心情好的时候就 心情好不好都没有 你其实想的是 老爸老妈心情好的时候 可能会答应你 给你买一个是不是 然后转意想 没有心情好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 为什么不给你买手机 真的是因为穷吗 不是 应该是因为 假如说我们带到学校里来的话 因为我认为我们的校长太帅了 然后忍不住拿出来拍两张 然后手机会 内存会满 所以很浪费 你已经完成校长 给你的人生目标的一半 你是一个有趣的人 要成为一个还有用的人 好吧 想带手机去学校的举手 我看一下 来 把话筒给他 你为什么想 因为我认为 有了手机就相当于拥有了全世界 在手机上我可以看小说 可以听歌 然后也可以偷拍校长 什么事都可以做 偷拍校长 你这是偷拍校长干嘛呢 因为校长长得帅啊 要发是吧 炫耀啊 来 下边这位男同学 你为什么想带手机去学校 想玩游戏 想玩游戏 玩什么游戏呢 王者荣耀啊 王者荣耀啊 有一次我看过一个 刘教授这样的 一个班主人这样说的 同学们呢 广泛的爱好 我们拥有了爱好 我们的生活才变得有趣 对不对 同学们都说 对对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问 班里边会玩 王者荣耀的举手 所有同学 哇哇哇 好 全部乔科到我办公室了 这个老师很聪明啊 用了一个计谋 你那么喜欢打游戏吗 男孩子吗 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真的把手机 让你带到学校 你上学还能专心吗 可能不会吧 没那么 原来那么专心应该没有 就自己是不是 之后应该会 应该会啊 其实我这位同学 讲到了一个重点 可能也是老师 和你们学校最大的关心 担心吧 是不是这样 老师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不让 学生带手机到学校 我来说 我来说 因为我也是班主任 带了那么多年的班主任 这个问题 我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呢 是因为我们孩子们特别 我们学校规定不带手机 是便于管理 孩子们带了手机 到了学校以后 他们在寝室里 晚上根本不按时睡觉 在课堂上 有的时候也会拿出来玩 怎么聊QQ啊 或者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啊 这个他们都不聊 他们聊微信 对 微信 所以这一块便于管理 所以我们不允许带手机 第二个就像刚才 有同学说的情况 有的同学带着手机 带的是苹果 而有的同学带的是国产的 然后呢 回去以后就攀比 就跟家长讲 我某某同学 我某某朋友 你看他拿了一个什么什么手机 所以他长拿了以后 真的很头疼 所以也为了防止攀比 所以我们也不允许带手机 哦 这是老师给出的理由 你们认为这些理由成立吗 如果给你们一次机会 带手机带吗 老师告诉我 有没有偷偷把手机带下去的 哎 你在笑啊 来把话筒给他 所有人在摇头 你在偷笑 老师说 你是不是有把手机带到学校 没有了 你坐下 你后边那位女同学有 我说的是她 人家让你把话筒递给她 你以为说你 你刚才在偷笑 因为我觉得 如果有这么一次机会 可以带的话 并且就是说 会管理好自己的话 我还是会带的 还是会带 有个手机联系 要方便一点 是不是 但是老师刚才讲了 那些担心 你觉得那些担心 是有必要的呢 还是多余的 担心我觉得 爸妈妈都是对我担心 因为有时候 就是我戴眼镜 都是因为玩手机过度 戴的眼镜 然后在家里面 就是经常做完作业 就玩手机去了 爸妈妈都会很生气 这样对我 然后我心里面 也会很愧疚 但是如果这个手机里面 因为在家里面 就是很无聊 看书写作业 然后呢 有个手机 可以跟朋友们 一起交流 这方面也是 很好的一个用处 但是如果真的 如果不控制自己的话 手机还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弊端 我觉得 说得非常的好 所以任何事情 我们都记住那句名言 我要控制 时刻把它记住 尤其你们小 校长是怎么考虑 不让他们戴手机 这个事 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现在的同学们 这个年龄来讲 手机用 刚才我听了几位同学 他们是有用 就是可以玩游戏 娱乐用 娱乐用 但是我的答案是 没用 因为手机嘛 拿我们传统的观念 就是一个交流 沟通的一个工具 打电话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我的手机 其他的功能 我都还没用过 或者说不会用 我们现在 你比如说 如果要给爸爸妈妈 打电话 我们可以有小讯通 今年我们就增加了 二十多台 或者通不方便的话 你可以找老师 我们的班主任 我们的老师都可以 甚至到我那儿来 打电话都可以 在上学期间 用手机 这个肯定是 学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就谈到第二个 那就是 他们这个年龄阶段 是非观念 有些东西正在形成之中 不容易把握好自己 我讲一个例子 就是我的小孩 大概是在初二的时候 他妈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就给他买了一部手机 就认为 容易找到他而去哪儿去 哪知道 有一天晚上 我就发现他很久 他那个房间里面都有声音 我进去看 就在被窝里面玩手机 当时我气得 就把那个手机给他砸了 所以我告诉同学们 哪一个年龄阶段 做什么事情 你们应该很清楚 手机现在对你们来说 我认为是没有多大的用处 这个是学习 对不对 大家要认真 好吧 关于手机这个问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对 听了刚才 刘孝说 我觉得我很羡慕我们的同学 因为我们现在学校有什么 家校通 校训通 校训通 那我们可以打电话 或者怎么样的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同学和同学之间 我们有什么信息 要传递或者留言 我们都用传纸条的方式 写信嘛 对 我给你写 写好了 我放在那儿 就说我要告诉你 一个什么事 或者怎么样的 就很原始 那现在就很先进了 对不对 有校训通 幸福 我想问一下 大家又还会 像采用我那个时候的 那种方式 留纸条 传纸条的方式呢 所有人觉得这个太陌生 太out了 传纸条 是什么鬼 传纸条 只有早恋才会传纸条 没有 刚才我都提到有一题 学生里面有件的事情 留校怎么看 我也听到这个问题 我先问问同学们 你们班有早恋的吗 没有就点头 有没有 你这太为难别人 看 有一位同学摇了摇头 我们把话筒给他 来 同学 我们班是 类似早恋的 这种状态 但是 疑似早恋 对 但不是特别明显 一般都是在 这个老师 没有发现的情况下 做一些 比较 转齿条吗 转齿条 就是比较 动作啊 但是不会太过分 就是同学们 男女之间 关系比较好的那种 同学们可能会以为 比方说你认识和一个女 是早恋的表现 我觉得在校园之后 会有一些 男女之间 搂搂抱抱那些 不好的现象吧 你就认为 万一他俩是因为一个玩具 在打架呢 好 这样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喜欢哪个女同学 我的话 其实说实话的话 还没有 还没有 有没有女同学喜欢你呢 我觉得的话 应该品位不至于这么差吧 你看 这孩子自信心不够 没有 其实我觉得呀 概念 而且呢 还有就是 大家有时候对早恋的定位 有时候其实大家就是 一个男孩子 他很欣赏某一个同学 某一个女同学 他是一种欣赏的眼光 有时候大家可能不了解 或者是不理解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他们是不是 其实那只是 异性之间的一种欣赏 同学和同学之间的一种欣赏 是这样的 到了这个青春发育区以后 我们情窦初开 我们对某一个人产生了欣赏 好的印象 但是你们还是记住校长那句话 我们要记住 每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 对不对 主要目的不要忘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交朋友还是可以的 对不对 刘教授 有位同学问得很好 你吃在学校 怎么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 难道你不回家吗 我要回家 同学们看到的 我早上 比如说吃早饭的时候 我在那儿 中午饭的时候也在 晚上也在 甚至下晚窒息 那个吃宵夜的时候也在 以为我就不回去了 实际上 我晚上比如说九点过 有时候 等同学们都走完了 还是要回家 睡觉之后才回去 所以今天要告诉 所有的同学 你们回去跟他们说一说 只不过是比较晚回家 他不回家 他们家的孩子就太惨了 对 他太惨了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你看林依莲那首歌 唱得多么凄惨 把工作做完才回到家 一般大概走的话 应该是十点过 十点过 每天都 不是每天 经常这样 太太对你有意见 去年一年 现在今年就稍微轻松了 太太对你有意见吗 肯定有意见 那你是不是那种拍 这个倒不至于 主要是去年我过来的时候 我的小孩刚好高三 所以 家里最重要 经常我的爱人就跟我讲 小孩都到高三了 那个小孩重要 还是学校重要 我说这两个事情 很难选择 但是我到了一种实验学校 工作时候 小孩到了高三 他应该有自觉性 应该知道 他自己努力的方向 我相信你的家人 现在也特别理解你 还是能够理解 那就太好了 有家人做得更好 但也希望呢 刘校长多一些时间陪陪他们 其实最重要的就陪伴 陪伴特别的重要 还有一位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认为这位同学啊 今后肯定会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 已经在思考 教育家思考的问题 请问 我们这个年龄段 是智商培养重要 还是智商培养重要 我现在同学啊 你告诉我什么是智商 把话筒给他 我觉得就是在学习上 成绩那种比较好的学生 好 头脑比较发达 来 再把话筒给这位男生 你认为什么是智商 我认为智商就是 就是在学习方面和一些 就是相当于在学术上面 有非常好的一些成就 那就叫他有智商 就是除了一些感情方面以外的事情 很多时候就叫做智商 你是任何方面以外的 就叫智商 好 来 有趣的人 把话筒拿着 你跟我讲一讲 什么是智商 我认为那早恋算吗 他认为智商 我们问问刘校长算不算 早恋应该是智商的 很小的一个表现 很小的一个表现 你纠缠早恋这个话题 我们意思 你是想借这个直播的平台表白 被看穿了 真被看穿了 你真有喜欢的人吗 我跟你对话很累 你老实告诉我有没有 没有 那你为什么认为智商 在学习早恋就没有事情了 你认为这是两件大事 是吧 其实我们让王老师给一个解释 王老师 你认为智商和智商是什么一个概念 我听到孩子们这么回答 说实话真的是很有趣 他是一个很有 因为我们学校在情商和智商这方面 两方面的培养方面 我觉得抓得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们用我们孩子们的话说 智商的培养就是学习 我觉得也可以在学校里边 学校教育也可以这么讲 然后在情商这一块 我们学校应该是在德育工作这一块 给孩子们规划了很多 管你是你的艺术特长 体育各方面 情商这一方面 所以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学校开办了很多课外活动 然后选修教材 所以校长那会儿在演讲里边说的 我们的形体课啊 然后手工课啊 然后我们同学爱好各方面的体育特长 乒乓球 羽毛球等等 我觉得这一方面都是属于情商的表现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学校既然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平台 这么多的舞台 所以我觉得我们同学在这个方面 真的是可以去好好的发挥自己的特长 好 谢谢王老师 来 我问一问同学 你们认为情商培养重要还是智商 来 你说 我认为情商培养更加重要 为什么 因为毕竟你的智商只是在你的学习阶段 它会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情商在你以后成人来到社会上的时候 情商它是一种为人相处 与人交往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情商高低更可能就是决定了你以后 你的朋友对你怎样 你对你的朋友怎样 这种印象还是很重要 我觉得这位同学说的挺好的 我们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阶段 智商更重要一些 虽然情商也很重要 但是这个阶段我们是以学习为主 所以说智商要更重要一些 所以你认为这个阶段 我们先把智商抓起来 对吧 然后再把情商抓起来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来 这边 我觉得智商在这个阶段同样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不仅需要学习知识 更要注重自己的交际能力 不能因为学习而变成一个怪人 变成一个怪的人 是不是想这样说 其实我看过一本书 它把智商和情商总结得蛮好的 它说智商 智商高的人让自己愉悦 让自己快乐 情商高的人让身边的人愉悦 让身边的人快乐 这两个概念 我不知道这个概念 校长认不认同 我看完这几个字面 我当时第一感觉还是蛮好的 大家带着这个概念 你们想一想 智商和情商哪个重要 其实我要告诉你们 每一个都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智商让自己愉悦 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有趣 会自暴自弃 对不对 我们才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对吧 刚才有位男同学就跟自己过不去 我问你觉得有女生喜欢你吧 不可能有品位这么低的人吧 这就典型的智商不够 跟自己过不去 当然我们如果是身边的人 一群的开心果 我们让大家都开心快乐 是不是我们的情商就很高 不只是指的早恋 还有好朋友 还跟父母相处 与人交往 好吗 校长怎么看 他们这个阶段 智商培养和情商培养 智商和情商 当然那个我认为都重要 我记得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 哥尔曼 他提出 他的研究团队得出的结论 人的成功 它分为两部分 20%的智商 然后另外就80%的情商 但在我们的学校教育阶段 特别是这个初中阶段 孩子正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学校立足就是 同样的重要 同样的培养 比如说情商的培养 我们就要教小孩 在那个班级当中 要爱班级体 爱自己的老师 爱同学 对不对 爱这个学校 然后在家里 你要爱自己的爸爸妈妈 爱亲人 爱家庭 最后我们逐渐地会引导小孩 爱我们这个国家 爱我们这个民族 所以我们现在 做的各方面的活动 特别是德语方面的活动 很多都是情商方面的训练 保证让孩子在学校里面 情商 智商 协调发展 大家听王老师也介绍了 我们也感觉到了 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问题啊 就把它简化一些 挑一些问题 我挑选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是刘叔叔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当校长以来 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个没有最后悔的事情 应该说有一些遗憾 如果说遗憾了 就说到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我刚才也说了 我去年到一中实验校 来工作之后 我的小孩刚好是高三 在高三他努力重刺这一年 我基本上没有陪他 早上六点钟 我就出发了 他还在睡觉 晚上我有时候 比如说十点过回去 他就睡觉了 我这个小孩 他是从来不补课的 不开夜餐的 晚上基本上是 十点半觉睡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对小孩有一点遗憾 但是小孩呢 也比较争气 去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嘛 也还是考到了一所重点大学 但确实感到这一年 我感到很欣慰的是 我们一中实验学校的小孩 能够在一个有序的环境里面 积极向上 发展自己 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 我们把掌声送给 这一位无私的教育工作者 我相信在校长提问的这个环节 全校的同学还有很多观众 都在收看我们的直播 我深信大家对刘校长 真诚的回答 都会非常的满意 也会为你们今天 幽默的表现 风趣的回答 给同学们点赞 那么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的嘉宾提问时间 来 哪一位嘉宾 主持人好 刘校长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学校 我们一中实验学校的伙食 非常好 那么住校的孩子 每周给您花钱 应该给多少比较合适 谢谢 这个问题呢 我想的是 如果小孩是他上学 自己上学 然后自己回家的话 给个车费 车费钱就行 如果是家长接送小孩上学的话 完全不用 给您花钱 当然有时候 小孩可能玩具呀 或者买点水呀 我觉得不超过十块钱就行 生活各个方面 都有老师监护监管 不会出现花钱的地方 对 我们 因为我是班主任嘛 我们班主任一 就这么讲的 因为有些学生 自己来上学 放学回去 所以一周呢 一般就要求家长 十块钱 就是车费 车费 有的时候买点文具 但是同学 你们希望带多少零花钱 我们畅所欲言 来 有趣的人 其实我觉得不用带 因为那些有钱人真的很讨厌 你这个人说话 来 把话筒给旁边 你认为带多少零花钱比较合适 我觉得十块钱以内吧 就是一些应急的一些措施啊 比如说有时候上完几课买瓶水 哦 因为空纸吧 对 或者是笔坏了 或者是笔芯没有水了 去买一根笔芯 这样一点应急的费用就足够了 我觉得的话 大可不必去 带太多零花钱在这上面 好 来 旁边女生呢 我用带零花钱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 一切的生活 什么的开支 学校都为我们规划好了 然后我们就 不用自己去操心了 听到没有 家长对校长 班主任 同学们的回答满意吗 谢谢 谢谢 那你今后给孩子准备多少零花钱 就准备五块钱 五块啊 还是给他备用应急 又减少了 人家都建议是十块 主持人 我还有一个问题 可以问吗 问 现在青春期的孩子 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家长 该怎么样有效地跟孩子沟通 我希望校长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谢谢 哦 对 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有效地沟通 我认为啊 小孩这个年龄 青春期来了 我们无论是家长 还是我们的老师 都不需要慌张 因为它是一个 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所以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二呢 不要给小孩太多的压力 特别是我们有些家长 喜欢把自己的小孩 和周围的小孩 和班上的小孩 和其他的小孩做一个比较 你看看看 你这样其他的小孩 你这次成绩又和别人差多少 实际上我们的孩子啊 他最反感的就是 拿他和其他人比较 每一个小孩 他都有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优势 所以青春期来了的时候 我认为家长应该静下心 和小孩交朋友 多倾听他们内心的 真实的想法 不能把自己的一些 交给小孩 对 其实我觉得 我想特别想说 一起走过来的 人在经历青春期的时候 会很无助 有些时候 我特别想听一下 我们台上的同学们 他们自己对于青春期 对于和父母沟通之间 会不会有些问题 或者什么样的看法 好 来 哪一位同学告诉我 你们最渴望的 怎么跟你们交流 来 把话筒 给到这边这位男同学 给你 话筒呢 坐着说 说 就是希望家长在 比如说什么时候考差了 就不要老师拿以前的 就是和你 就把你和同学们 去攀比啊什么的 然后因为这样真的 会让自己很难受 心里面 就是拿你跟人家对比 是吧 我给前面这位女同学 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是需要家长能够更理解我们的心情 其实我们考差了我们自己也会很难受 所以家长就不要在我们考差之后又来批评我们 或者说 双重打击了 对 又打击到我们脆弱的心灵 好 听到了 有没有拿自己孩子跟别人比 我 我女儿也会 她也经常感受到我给她一些压力 在不在 夏紫月 来 女儿 所以希望妈妈怎么跟你交流 最直接的吧 最直接的对话 来 我觉得就是我学 然后考差的那些 我给我妈妈分享的时候 她能够帮助我 然后给我分担心理压力 而不是落井山 继续说你是吧 嗯 好 其实你也看到 我们把话通给她 今天我们的问题也非常的积极 但是大家会发现她很风趣 对不对 心情不好 是不是 不留就不愉快 但我今天呢 尽量地做到心平气和 去听 倾听她的想法 我们大家也看明白了 这位男生一直在努力地去展现 她的幽默 嗯 是不是 青春期的孩子 作为家长 也要有耐心 来 有趣的人 你觉得呢 我觉得呢 就是 我很喜欢其他同学比 因为伤害的不是我是其他人 你看 我就说这位有趣的同学 你只要给他机会 他就能给你有趣的答案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 相信自己的孩子 对 要充满信心 他不一定按照你的套路出牌 并不代表人家没有出牌 没有出好牌 我好想说 今天我一定要和他 别像我高中的时候 新都一中的一个同学 你知道吗 这思维 你们的表达 真的是如出一辙 人家说 就是他们这群人带出来的 对对对 我就觉得和这样的人 进行一些交流啊 我不是说你是小孩子 我觉得我把你平等看待 我开心 我觉得这就是小个个性 但这样的个性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家长 在和他交流的时候 也要做一些 就是正确方向的引导 我觉得这个样子 他的发展会非常的好 好 来 作为预备生家长 作为预备生家长 问题想问 因为其实对于母校来说 我是非常有母校情节的 而且呢 我的孩子 我也想让他在五年级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三优学院 去学习 但是呢 我会有一点担心 那就是对于一个五年级的孩子来说 让他离开自己的家庭 离开自己的爸爸妈妈 去住校 那来到一个 对于他来说 比较陌生的环境 他会不会不适应呢 住校的问题 校长 这个你没有担心的必要 因为我们五三 五三三一班的学生 我们学校已经开办了二十多年 对这帮学生在学校里面 学习生活的管理 我们是非常有 而且刚才我在讲的时候 讲的我们现在的学制 六三五四五三 实际上我们全住读的话 学生的生活 从吃饭 睡觉 锻炼 然后学习 全方位的各个环节 都有我们的老师监管 这个你放心 没问题 那我就得提前 到您这报个名 考试吧 这个呢 也不通过 面试 那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准备的 这个就是可能 到时你到我们学校来 我们有相应的一些资料 不要刻意去准备 就是很轻松 和小孩聊一聊 很轻松地去 然后很轻松地被淘汰 没有 我觉得很轻松地 所以你还是要好好准备一下 很轻松地去 然后很轻松地入学 很愉快地上学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是 这是孩子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谢谢刘晓 刘晓说是很考验的 我们学生平常一个素质的 一个积累 对吧 所以越是没有准备的 其实越是在考验你的准备 来我们的老师代表 请提问 刘晓 我觉得你在学校里边 刚才说了 我们对我们老师们来讲 你真的是非常的实感 其实你刚才讲了五点 就是说 要我们的同学们 吃好 睡好 要怎么好 怎么好 那么对于我们的老师们呢 你有什么期望没有 我想的是 我们新都一中实验学校 应该在三到五年内 真创四川省的一流初衷 对我们的老师 在三到五年内 有一大批的 在成都市 四川省 都有影响的名师 也就是说 要成为师 我们老师们自己要努力 我想我们留校 肯定也会带我们所有老师们 就是要进入 要上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我们的老师们 要想成为名师 可能在很多方面 校长肯定会给我们提供 很多好的平台 这个是必须 我说的 老师们 同学们 你愿意飞多高 我们就可以给你 搭建多高的平台 好 谢谢 到了老师代表和校爸的时候 我发现 老师真的是代表着 每一个老师 很关心 他们未来的职业规划 我们的校长 也总是给着承诺 但是我发现 留校很特别 是我访谈的 这个校长里面 很特别的 他在给你承诺之前 他也让你们明白了 你们自己要努力 对 有我们每个老师自己 所以我们大家 这一定会成功 也希望你们学校 成为你理想中的 接下来我希望留校 在我们的微语录 留下你的笔目 有请 起立尽礼 就是这么一堂 别开身面的公开课 校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用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演讲 让我们去感受 当代教育的多元 当代教育的力量 从学生们的身上 我今天感受到了 新都一中 同学们健康成长 不是一个理念 不是极 每一个人都能言会道 甚至我们还感受到了 一个男生的幽默 我就喜欢爸爸妈妈 把我跟别人对比 因为伤害的是别人 这种玩笑话里边 我们能感受到 他们的青春洋溢 也能感受到 他们的自信 而这一切源自于什么 研自于工作者 处处对学生们的用心 今天我们从小细节 就能感受到学校的用心 我是第一次 在起立尽礼的节目的舞台上 见到了饭菜 这也是我主持17年以来 第一次在舞台上 吃到了鸡腿 而且味道非常的好 那现在威玉璐已经写好了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为大家展示一下 写的是鸡腿很好吃 不是不是 是什么 热爱胜于塑造 热爱胜于塑造 怎么解释这个话 比如说我们对任何事情 特别是我们的同学们 一定要充满十分的热情 把它做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刘校长 也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 每一位嘉宾 每一位同学 每一位老师 每一位家长 也感谢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对起立尽礼的支持 现在我宣布 本节课下课 全体起立 观众朋友们再见 接下误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发行我们的角 verm människor 看 noted 刚才在进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再见 有顿牛排主